不好意思啊 骂两句人 没别的 就是孟晚舟这事儿 咱们大家都知道 这东西就是他妈的一个 那个叫所谓的人质外交 那你美国人 对吧 不论是从政治 还是从你的这个法律来而言 你抓着一个借口 你把这孟晚舟给摁在加拿大了 要引渡回来 到美国去审判 对吧 这个没问题 OK 好 这是一个一半经济 一半政治性的事件 这个我也承认 没问题 这一点毛毛没有 那中国抓了这个两个加拿大人 是间谍罪给判了 判那么长时间 然后这个呃 现在孟晚舟这事儿 孟晚舟女士 她这事儿一一达成协议 邦机两边同时放同时放人 对吧 这边一发表完呃 这个法院门口 一发表完讲座 哎 对 这个演讲 逛机走了啊 衣服都没带换的 直接就奔了机场 然后走人 那那边直接夸机就飞 就飞就飞起来了 也是直接放人 这个不是叫人质外交吗 它肯定叫人质外交 对不对 OK 你承认这一点 咱就往下接着聊 人质外交 谁赢谁输 这件事情 我们先搁在一边去 我们这个东西不说 有一个哥们 就是直接跟我这说 说那美国人就这么流氓 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么流氓啊 对吧 我们 你美国人能人质外交 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不能人质外交啊 孙子 我跟你说件事啊 你明白 你要明白一道理 那美国人 他能吃这人质外交 这个亏 你知道吗 是因为他把他妈他那些人当人看 知道吧 你弄了一个 你弄了他一普通人 他也有可能吃这亏 当然我不说每个都有可能啊 那大部分的时候 那美国人吃这亏的时候 那个人 当时那个美国人 或者加拿大人 或者他妈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人 他就 他就只是个不太重要的普通人而已 您知道吗 那您老人家 您是姓赵啊 你姓赵吗 你他妈姓的那个姓 是赵之后的那99个 你知道吗 你如果在国外出事 比如说把你丫给抓了 比如说你去他妈北朝鲜旅游 把你丫给抓了 你觉得中国会用任何人质外交的手法 给你叫回来吗 咱都别说那个 你去俄罗斯试试看 你去这些所有的非法治国家 你只要去了 你他妈的就不太被人抓了以后 你让中国能用人质外交的手法 给你丫换回来吗 你想什么呢 你你算哪颗葱啊 人家孟公主才有资格去人质外交 然后呢 让让抓抓俩换一个交换战俘的给换回来 随便抓俩 大致有点分量 随便抓俩就帮机给换回来 你你是哪颗葱啊 赵比 你知道你他妈姓什么吗 你知道你几斤几两吗 你就是那个代价 你知道吗 你才是真正那个人质 懂吗 什么叫人质外交 人质分两种 一种我抓别人过来 那个当当人质 然后我交换战俘 一种是绑在自己国家里 拿你丫当刚血肉长城 血肉长城 知道吗 你丫就是那人质 明白这意思了吗 还天天的说 我们这个 你你怎么个我们呢 你你配我们吗 你我们哪去呀 你真觉得那是我们 那是他们 你就是一人质 你就是那血肉长城里 被气起来的那一块 知道吗 你是孟江女他丈夫 明白这意思吗 别他妈吓唬 瞎鸡巴扯 跟我说什么 叫叫叫叫什么 说别人那么流氓 我们为什么流氓 等您什么时候明白 这个我们这俩字啊 您那用的叫僭越 知道吗 僭越 那不该你用 你不叫我们 你他妈在国外出了事 人中国政府 只会说两句话 第一句 尊重当地的法律习惯 二不干涉 其他国家内政 明白这意思吗 您就只能够是 那个被牺牲掉的 没中国政府 不会有任何一个 一点可能 绑别的国家的人 当人质 把您换回来 你看看他妈 所有俄罗斯的人 俄罗斯那会儿 中国人去做生意 被被黑了多少 有任何作用吗 大使馆有过 他妈的毛用吗 有吗 没有过 没有过 一次都没有过 你去任何的一个国家 中国大使馆 妈的那个脸 拉的都跟 都跟他妈那个屎似的 知道吗 没人管你 没人管你 不是我们这 我们这帮人在国外 我们受 受的保护 不在大使馆 知道吗 他他妈只是给我 给我签 签换护照 我真是受任何保护 全他妈是在当地政府 那为什么来 来法治国家 知道这意思吗 别他妈当傻逼了 真的 还一天到晚 我们 我们 要脸吧 要脸吧 真的 什么时候 他妈轮到奴才说 我们两个字 什么时候轮到 血肉长城里 那块他妈血肉 当我们了 长城里边 那个被围着的 被保护的那个 他们是我们 你们 你们 你们知道吗 神经病 傻逼